日前晚间池上分住所的远警在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经过池上大桥 发现在桥面的右侧车道散落了大量纸箱还有木瓜 远警担心会发生交通事故立即开启警示灯也进行了清除工作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务必要绑紧载运的货物 如果有散落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进行开发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在桥面的右侧车道散落了许多纸箱以及木瓜严重影响行车的安全 19日晚间池上分住所远警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 行经池上大桥发现桥面北侧的右侧车道散落了满地的纸箱 而且在地面上还可以看见有木瓜的形状 远警担心会有车辆为了闪躲或碾压打滑造成交通意外事故 立即将车辆停靠路边并开启警示灯 下车徒手将木瓜以及纸箱给移除 观山分局也呼吁驾驶人在送货物时 务必依照规定妥善固定 如果有物品掉落 将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 开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还 如果造成任何的意外事故 还必须负起民事或刑事的责任 记者陈吉林池上相报道